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地区的民族纠纷 要从几百年前 鄂图曼 土耳其帝国那个时候开始说起 话说那是1516年 那时候的世界格局跟今天很不一样 那时候在东亚还是明朝当老大的时代 由于大家对这段历史还比较不熟悉 所以我们就先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欧洲历史发展阶段 来帮忙定位一下历史的坐标 也就是我们讲个欧洲历史上大家比较熟的人物 这样你就明白我们在讲差不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我们要讲谁呢 那一年匪迪纳二世的外孙卡洛斯一世继承了祖父丰厚的遗产 整个西班牙帝国 此后我们通常就用查理五世来称呼他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此时他拥有西班牙 纳布勒斯 西西里 萨丁岛 还有大半个中南美洲以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 差不多是拥有了三分之二的欧洲外加一个中南美洲 天啊 所以接下来好几十年呢 整个欧洲的麻烦几乎都跟他有关 他的敌人跟朋友都非常多 以后我们说到欧洲的故事呢 会一直提到他 现在就先搁着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定位坐标 我们现在讲的呢 是跟那个查理五世同时代的故事 无独有偶啦 东边的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那一年呢 马布鲁克王朝被厄图曼土耳其彻底击败 叙利亚也被土耳其人完全控制 此后真的四百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安结束 阿拉伯人都是被统治者 在这几个世纪里面 西亚乃至于北非都是土耳其人说了算 不过跟查理五世在欧洲搞的战火连天不一样 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呢 显得异常的平静 在土耳其苏旦的统治之下 不只是阿拉伯人 包括伊朗人 犹太人 雅美尼亚人 库德人生活都还算平静 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冲突 跟今天这个战火连天的世界火药库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这问题其实蛮难回答 因为牵涉的历史因素太多 这种小节目是说不清楚的 但是呢 我也不是无地方使 我想说一个历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 宽容 对所有生活细节都很宽容 这并不是道德上的慈悲啊 而是政治上的必须 历史上古往今来所谓的帝国 其实都有这种共通点 因为如果无法维持这种共通点 根本无法成为帝国 很快就会瓦解 用西塞罗的话来说 帝国的本质就是 一个由人和神共同组成的共同体 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 神是不会说话的 说话的都是人 但是神可以是一种象征 一种超越世俗的高尚价值 这种超越性可以帮助帝国统治广土种民 所有的帝国都必须拥有这种具备超越性的普世价值 否则是无法存在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亚利桑那帝国 就以希腊化为它的普世价值 以希腊语作为它所统治范围内的国际通用语言 否则它根本无法存在啊 罗马共和跟帝国阶段呢 则是以共和体制跟罗马法律为普世价值 后来的英国跟美国呢 则是以立宪体制、地方自治、自由贸易为普世价值 那么统治西亚超过400年的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呢 那当然是用古兰经跟伊斯兰教法作为它的普世价值 但是这种普世价值绝不能繁琐 不能事无巨细的规范 否则帝国内部各民族的独特性 很快会撕裂政治上的统一性 那该怎么办呢 将帝国高举的普世价值、普世精神进行简化 只留下一些很抽象的观念 然后在已经被征服的其他民族生活区之内 极力保护、微观层面的多样性 允许他们各自过不同的生活 让被统治者觉得啊 生活的跟以前一样 甚至负担还减轻了不少 这样帝国才能长久 其实对照一下中国的经验也是一样啊 战国末年秦始皇统一天下 但东方六国是苦情久矣 随着秦始皇这个柱子轰然倒塌之后 几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新崛起的汉朝 靠的是温和的统治 郡国并行治 黄老思想 无为而治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小火慢炖 慢慢把东方六国的那些肉 炖烂在锅里 这样子才有汉武帝大一统的那锅汤 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必须遵循的规律 接下来说回西方 比如说古罗马 帝国政府只追求政体上的统一 也就是说元老院体制必须维持 帝国境内各民族 不管你是不是被征服的 都要派代表出席元老院 还有还有 帝国境内所有的城镇的公共建设 都必须以罗马帝国的标准统一建造 以便帝国官员跟军队的运作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要求 至于各地的宗教跟松鼠习惯呢 就不管了 随便吧 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吧 罗马人甚至还建立一个万神殿 把被征服民族的神都请到罗马来 大家爱拜什么就拜什么 完全没有限制 当然这也是早期基督教成为 罗马帝国眼中钉的原因 因为基督教是不愿意交这个体系的 基督教是一神教 不过这牵制到太大的历史主题 先搁着以后再谈吧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 说过我们的主题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 帝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类似的道理 他们追求的只是权威而不是控制 各行省按时缴税纳供 中央政府就心满意足了 你们爱信什么宗教 吃不吃猪肉 喝不喝酒要娶几个老婆 大家随意吧 就这样混了四百年 所以在鄂图曼帝国统治时期 阿拉伯人并没有基于民族身份的认同 当时西亚的人只有三种身份标记 血缘标记你是哪个部落的 地狱标记你是哪个城镇的 宗教标记你属于哪个教派的 这三者就跟今天的籍贯 或者是毕业学校一样 并不会引发太大的冲突 就只是个身份识别而已 那么事情是怎么起变化的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主义的传入 就是中东今天战乱痛苦的根源所在 因为从欧洲进口的民族主义 这个概念之后 统治者的目光就从向外扩张 转成了向内控制 为了实现对国内的控制 就只能追求简单化均直化和统一化 要求所有的臣民都必须跟统治者 理想中的模板是一样的 那就可以想见反抗必然此起彼伏 这才是今日中东纷争不断的根源所在 当然啦这种大题目是不能简单下定论的 刚刚所说的那些呢 只不过是一个帮助各位整理观念的开头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详谈一下 一战前后的那段历史 话说中东的伊斯兰世界 从相对宽容的帝国模式 切换到今天冲突不断的民族国家模式 起源就是一战 这其实也不是特例 而是百年前世界格局大调整下的必然趋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浪潮冲刷之下 世界各地的多民族大帝国都纷纷倒塌 举个大家熟悉的概念作为对照主办 120年前呢 世界上有两大多民族帝国 都被西方媒体称为病夫 东亚病夫就是大兴帝国 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 西亚病夫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鄂图曼 土耳其帝国 这两国在当时的际遇是非常相似的 都曾经历史悠久 国土广大 族群复杂 都曾经光荣伟大 鸦夫埋夷 熊霸一方 都变成日博西山列强宰割内部分乱 说真的还真的挺像 但这两个病夫后来的发展截然不同 影响命运的关键是什么 是参加一战时站在哪一边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赌博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 中国跟对的人加入了协约国 战后只被日本刮走了山东省 当然啦 这也掀起了五四运动 引发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蝴蝶效应 而且啊 日本这个西中国写的僵尸呢 被美国拿出九国公约这张符咒给暂时震入了 算是给了中华民国生存下去的喘息之机 之前讲抗战时期八百壮士的那个 十首四行仓库的故事说 说到过九国公约 其实九国公约一开始的时候还蛮有效的 你也不能怪蒋中正他寄望于这个一张纸 所带来的和平效力吧 相较于中国呢 由于站队的编勉强生存下去 俄图曼土耳其帝国就惨了 土耳其苏丹是站在同盟国那一方 他变成了战败国啊 战后厄运就降临了 对中国来说啊算是民族屈辱的巴黎和会 对俄图曼土耳其来说基本上就算是屠宰场 这里我们先替土耳其苏丹澄清一下 他之所以选择跟德国站在一起 并不是没有眼光啊而是命运的无奈 那么俄图曼土耳其为什么要加入同盟国呢 因为他被协约国的那些土匪给抢怕了 西边的巴尔干被奥匈帝国和俄国抢走了 马格里布跟塞布路斯被英法瓜分了 亚洲被俄罗斯侵占了大片的领土 连北非也被那个意大利抢走了利比亚 总之呢英法恶意就像四条猎狗 围着俄图曼土耳其躯体不断的撕养啊 德国则因为比斯麦宰相的政策呢 没有欺负过俄图曼土耳其 所以俄图曼土耳其就只好赌一把 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赶走这十条猎狗吧 这里说个小例子啊 让大家看看猎狗到底有多欺负人 一战开打之前俄图曼土耳其呢 在英国订了两艘军舰 战争一开始英国立刻就征用了这两艘军舰 招呼也没有打一声也没有说要补偿土耳其的损失 如果你是土耳其苏丹你参加哪一边呢 这英国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件军舰征用案就变成了俄图曼土耳其参战的导火线 当然了这条线后来吊死了这个曾经伟大的国家 只能说国家大事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我们来看看开战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吧 开战之后俄图曼呢就让哈里发 也就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发表了圣战宣告 号召全体穆斯林拿起武器赶走英法厄这些入侵者 其实就是协约国嘛 这个号召呢是发给西亚跟北非的广大穆斯林地区的 只是呢事与愿违 不但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况 反而被更懂得玩族群政治的英国搞了一个反杀 英国直接对着伊斯兰世界打出了民族主义这张魔法卡牌 鼓动阿拉伯人犹太人波士人亚美尼亚人库德人 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的暴政 这个民族大战略最有名的案例就是那个阿拉伯的劳人斯 不过内部电影跟拉根兰人不是我们这次要说的重点 先略过吧 我们直接来看看英国人的这一招搞出了什么样的烂摊子 给西亚留下了多么大的后患 当时俄图曼土耳其境内其实有很多地方三头分属不同势力 英国首先拉拢控制的西甲兹和叙利亚的谢里夫侯赛因 西甲兹其实是今天沙奥地阿拉伯西部那一大块土地 英国的建议是造反吧打垮土耳其之后 我支持你建立一个大阿拉伯王国 这个英国人许诺的阿拉伯王国有多大呢 除了西甲兹和叙利亚之外还包括了约旦巴勒斯坦跟伊拉克 这个范围其实就是今天ISIS主张的伊拉克加大叙利亚的那个大阿拉伯国 这大概是所有阿拉伯酋长心目中梦想的完美领土 但后来为什么没能够组成一个这样的大阿拉伯国呢 因为英国人一女多家 暗地里面搞秘密外交同时拉拢各方势力 英国人瞒着侯赛因把叙利亚跟黎巴嫩交换给了法国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2020年黎巴嫩发生大爆炸的时候 法国总统要跑一趟看灾了吧 而且灾民还把他当成父母官一样的看待 是因为法国其实对黎巴嫩有超级深厚的影响力啊 接着为了拉拢犹太人 英国人又口头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 凡此种种肮脏消逸不堪文问啊 然后战争打完啦就要开巴黎和会啦 在这个战败国的屠宰场上 英法等国公然的把俄图曼土耳其的领土当做蛋糕给切了 相比之下在隔壁旅馆的小房间气得瑟瑟发抖的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 其实还算是运气好的 当时中国选择了协约国这一边 所以虽然说是被日本占了个大便宜 算上是很屈辱 但至少国家还是存在的 俄图曼土耳其呢搞到差一点亡国啊 这一分呢就确定了今天中东格局的雏形啦 来算一下账 英国分到了伊拉克巴勒斯坦外约旦跟埃及 法国则分到了北非的阿尔吉利亚图尼斯和摩洛哥 以及中东的叙利亚跟黎巴嫩 如果你记不出这么复杂的国家状态的话 给你个记忆小秘诀 被英国控制的那些地方后来都弄出了国王 当然那些国王后来又被推翻 那是另外的故事 但一开始都是有国王的 而法国控制的范围呢 则多半都是共和体制没有国王 所以现在黎巴嫩就没有国王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那个原先做的大阿拉伯国美梦的侯赛英国王呢 他气得差点中风啊 首先在推翻土耳其的革命大浪潮当中呢 他丢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西甲制 因为英国人在这里扶持了 轻英的内治苏丹国 后来就变成了沙烏地阿拉伯 那叙利亚呢 别忘了那里早就被英国人承诺给了法国 而拿破仑三世垮台之后啊 法国人的殖民地向来扶持的是共和体制 所以当然是不需要什么国王啦 就让他滚蛋 这下子英国人也觉得自己搞得太粗产 毕竟侯赛英国王也没有背叛英国 却被英国搞得差不多家破人亡 这有点太说不过去的 必须得补偿一下 怎么补偿呢 于是把侯赛英国王的儿子们扶持成为自己托管地的亲王 毕竟呢英国是习惯君主立宪体制的 本来就缺亲王那就来吧 比如说费萨尔亲王就到伊达克当国王吧 阿布图拉亲王呢就到约旦当国王吧 所以后来的伊达克跟约旦都是有国王的 你以为这样一分问题就完了吗 才怪这下子问题反而更多了 首先呢侯赛英国王的家族 因为失去了众多领土恨死英国了 不是分给他们两个国家当国王了吗 干嘛还恨英国啊 因为英国人一开始答应的太大了 他一开始答应的是一个大阿拉伯王国啊 几乎包含今天的整个中东 现在只剩下伊达克跟约旦了 接下来几十年 这个家族不但不感激英国 反而认为这是英国人刻意要削弱阿拉伯民族的阴谋啊 他们刻意要把阿拉伯人分在几个国家 让阿拉伯世界内侯 这种历史情绪延续好几十年 不久之前闹得很大的伊斯兰国 之所以能够有各种隐形的支持者 就是因为这种历史情绪在支撑 说实在的 这种观点其实也没有冤枉英国人 因为被这样一搞 接下来的几十年 阿拉伯人的国家之间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简单来说 英法把大阿拉伯分成了六块 分别是叙利亚 黎巴嫩 巴勒斯坦 伊拉克 沙奥地阿拉伯跟叶门 其中的五块被英法分掉了 搞成什么托管地 其实只有殖民地 只不过盖上一块遮羞布 而第六块就切出一半送给以色列 如果你是阿拉伯人 你不怒吗 而且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僵域 是在谈判桌上随意切割的 完全没有考虑人口跟种族和宗教的构成 这些隐患就是后来几十年战争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伊拉克 约旦跟沙奥地阿拉伯 别看都是阿拉伯人 但却分别有不同的家族执政 那之间可是携海深仇 再来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酋长们 也对侯赛因家族空降当国王非常不满 认为他们仗着英国人的势力 跑到地中海东岸来嚣张 所以团结一致对外 对于阿拉伯各大派系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还没完 还得加上以色列问题 一战当中打了内裤都快穿不住了英国 四个人都想拉来帮忙 于是就支持了犹太复国运动 当然是嘴巴上支持的 本来巴勒斯坦原住民当中 犹太人只占3%左右 但是随着英国人那些承诺的公布 就是什么允许犹太人建国之类的 犹太移民就开始暴征 到了1948年 犹太移住在巴勒斯坦的比例 已经增加到三分之一 接近60万人 显然的阿 巴勒斯坦这块地 阿拉伯人跟犹太人 是谁也不肯松口 这谁搞了 不就是英国人吗 那么英国人怎么办呢 英国人跑了 把烂摊子甩给联合国 那联合国是怎么处理的呢 联合国听美国的 然而美国民间 因为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 被纳粹德国残酷破坏的遭遇 产生了巨大的同情 然后呢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国 就搞出了一个很不公平的分治方案 人口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就分到了巴勒斯坦55%的土地 要知道 这种齿面分领土的做法 是侵犯了当地人的实际利益的 因为当时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 在巴勒斯坦是占有94%的土地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呢 事实上是要求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 交出一半以上的土地 这不就明抢吗 对这个方案以色列当然同意啊 因为他可以凭空得到很多领土啊 但是阿拉伯人怎么可能接受 那当然得拼啦 这就是以色列建国第一天就开战的根本原因 但是阿上述的问题啊 都还只是外部原因 造成中东纷争不断的内部原因 则更为深刻 这个呢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吧 如果呢你能看到这里呢 应该算是真爱了 最后我就来说点真心话 我非常明白 看到这一题的标题 还有它的内容之后 各位一定心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 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 一大堆主题没讲啊 你又开个什么新的中东阿拉伯主题 是想怎么样 啊 这样怎么追呢 其实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也不是想要说什么辩解之词啦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两集 对这个主题会有两集 就是分上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主题 比较没兴趣的话 不看也无所谓 只是呢 我说说我的想法 首先 在上个月快结束的时候啊 我家里事情忙的差不多了 而且呢 工作也慢慢的做的差不多了 所以有点空闲 所以我上次在那个片尾 11月份的那个观众交流时间的时候就说啊 我们12月份要好好的这个收拾几个主题 比如说那个 李广啊 那个主题啊 那其实还有三集没说完 还有啊海峡风云啊 那还有三集 然后往往呢大概还有两三集 那日恶战争大概还有六七集 我打算把这些主题呢 尽可能在12月完成 然后明年1月1号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呢 收拾旧山河 重新从民国初年开始好好讲起 讲讲这个内容 But 人生总是有很多意外的 我又接了新的工作 啊你知道了嘛 这个人家给钱啊能不做吗 像这个玩意儿就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的主题吗 是啊 但这个是一个教学主题 所以呢 我就必须把心力分出很大一部分 来开始写稿做这个东西 还有啊 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啊 其实是因为我编的那个教科书 跟参考书的教材当中 刚好做到这一段 然后呢 为了要配合教科书跟参考书的内容 我就稍微写了一个延伸一点的主题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两集 其实我这两个礼拜 又没有时间可以写这方面的主题 就是没有办法写这个 我比如说王莽啊 日热战争啊 还有那个什么名将风云系列啊 还有什么海峡风云系列 我又没有时间可以写 我是很想弄一个那个摄影机架在这里 然后我就把它当桌子 然后我就随便什么胡扯都好 反正各位也不在乎字幕嘛 我就随便讲讲我知道的东西 那我就一集一集播 有人看就看没人看就算 可是我实在做不到 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一个整个系列啊 那一句一句的那个内容 都是我先打字写好稿之后 才照着他说一遍 因为我想这样子比较有连贯性 毕竟我知道蛮多朋友 是很认真在看这个节目的 我不能在这里胡扯 所以啊 现在我必须把写稿时间 都分在做这些东西上面呢 我就没办法专心的写 因为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啊 我就没办法分心再去写 我后来要讲的那些主题了 所以他就只能再往后延后 可是我又不想说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都没东西可以更新 所以我只好就打一点插边球 把我现在正在制作的教科书 参考书的那些相关的主题当中 衍生出来的内容啊 分一点出来 挑一些可以拿来录成节目的部分 给各位看 所以啦 这个请大家多包涵 这个我会尽力制作 而且一定确定 确保自己说的内容是有所本的 那至于像这些东西呢 您不要担心 如果您对这种什么国共系列主题 非常有兴趣的话 放心 这个我有的是 但是基于某些现实原因呢 他必须压后 我并不能把我现在正在拍的这些主题 直接放出来给各位看 原因你可能会明白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那个碎碎念时间 希望你会明白 那这个我很感谢大家支持我的频道啦 这个 不多说 就感谢各位 我会尽力把节目做好的 谢谢大家